像这个是 float 浮点 所以如果马执行的话 它这边会显示 这个结果是浮点 可是如果你将来 当然你可以 假设我刚刚有提过 比较容易出错就是 如果假设你在这边加个 int 把这个 3.2 int 掉的话 你会发现你把它丢给它之后 它当然 type 出来的结果会跟你讲说它是 int 因为它已经转型了 再来当然如果你把 type 拿掉的话 3 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你把这个里面的值 print 出来 经过 int 之后 它的 0.2 就不见了 所以结果应该多少 这个应该就变成只有多少 3 所以3.2就不见了 如果你要把它留下来的话 记得这个转型的话 这个可能你要用 float 转型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 你有时候转型 记得你如果外面包一个 float 的话 你这样子 float 的结果 它才会把它保留住 也就是将来 这个也是蛮常遇到的错误 因为有些同学 直接转型就直接把 int 就是外面就包 int 而不是加 float 我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所以常见的就是说 我们转字串就 str 这个刚刚有用到 然后 int 加一个 float OK 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就是有关那个变数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几个重点 就是说 变数 什么叫变数 实际上就是第一次负椅值 它就 你丢给它一个 int 它就 int 比如说像这边有一个叫 你就丢一个那个 80 到 scope 等号就是负椅值 到前面去 OK 另外还有注解 什么叫注解 就是说你在 这个任何文字前面加一个紧字号 它就注解 当然我刚刚有讲过 你可以按 ctrl 加斜线 可以快速注解 那另外的话 可能要注意几个问题说 这个变数的命名规则 第一个 你那个变数的名称 你可以用 a 可以用 b 可以用 sum 但是你不能用什么 数字 比如说 1 等于 3 他一定会 confuse 1 怎么会等于 3 因为数字本身是不能拿来当成是变数的命名 但是问题 如果你一定要加数字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 a 后面加个 e 这前面可以 数字的前面可以加一个非数字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可以 print 的话 你可以这边 a e 如果你这边假设 你用 a e 结果后面这个没用到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你可以稍微把它改一下 a e 这个可以合法的 OK 那也就是第一个字 不能是数字 再来的话 有关那个相关的符号里面 比如说像什么呢 常用的符号像豆点 像什么呢 像一些其他的符号里面 尽量都不要用 除了哪一个比较安全 除了底线 OK underline 比如说我今天要命名 a-1 这样我记得应该是不合法 但你如果说你一定要一个符号的话 你可以a-1 这个是合法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 名称里面的话 符号其他都不要用 除了底线之外 这个可能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相关规则 其他的话 这个刚才有提过 所以相关的运算方法 请各位 就是在练习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练习另外一个 就是x 这个另外一个变数的型别 比如说我今天 针对刚刚讲的 这个几个型别 string 如果说你要让它变成字串的话 记得前后用双引号 OK 这个跟VBA里面一模一样 可是请注意一下 以后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看到单引号的话 也不要觉得奇怪 也就Python里面 双引号跟单引号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个人习惯 我都用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其他地方写程式都用双引号 那你突然又叫我改个用单引号 我会不习惯 所以我干脆全部用双引号 可是有的人就习惯用单引号 你也不能说他错 也是OK的 可是你不能说一边用单引号 一边用双引号 不行 一定要两个都一样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int Float OK 另外有一个还蛮常用到的行别叫list 后面会提到叫串列 那什么叫串列 因为在像Excel里面 它一定会有很多储存格 而且是一个range 一个范围 比如说你第一个储存格 第二个储存格 第三个 第四个 可是在Python里面 怎么放很多个连续的资料 有点像range 其实就可以用什么 list 所以这个list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VBA里面那个range物件 然后也就是中国阿湖 里面你可以放什么 放很多个资料 这个有点像 如果你有学过其他的程式 它有点像阵列 但是跟其他语言的阵列不一样 就是说 阵列里面都要放同样的形态 比如说里面都放int 就只能放 但是特别是在Python里面的 它是允许什么 不一样的 有的可以放这样 有的可以放这样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练习请各位待会试一下 请各位在这边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new一个audio 这边有个module 那module名称的话 也许在这边打一个VAR 就是变数的练习 那请各位输入这些 比如说X1是HoloWall 然后X2是也许123456 X3的话是Float 然后X4的话是一个串列 串列记得 那特别注意 我这边刻意把第三个 把它设为不同形态 那我底下print之后 print什么呢 这个是HoloWall 所以我print这个HoloWall ok 那RNT的话 这边一定要转型 因为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 他这边一定会出错 刚好 那Float也是一样 把这个123456 把它print出来 那比较特殊的是什么 是最后一个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最后的结果是HoloWall 那这个是123456 123456 那可是最后List 这怎么全部把它显示 特别注意 这个List 它稍微比较麻 因为它里面有点像一个range 如果我要抓哪一个的话 请特别注意 比如说我要抓 把这个资料 把这个资料呢 帮我放到这边来的话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我这边的话 写的方法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List 行别的第三个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把 这个X4 先打上去 那如果你要抓第几个的话 请记得 中瓜胡 第几个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123 那它的index 所以你只是从0开始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那这个地方输入2就可以 意思说 请你把第三个资料 帮我翻过来 这个资料 帮我翻过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应该是什么 List 行别第三个 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 3 OK 但是请特别注意 这边其实不需要再转型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 所以如果你在转型 那当然你现在执行 应该也不会错 只是说有点多识一曲 除非说什么 除非说你现在 假如说 你这边第 假设你输出的话 是最后一个 第四个 0 1 2 3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要把 这个是这个放到这边来的话 特别注意 你现在执行会不会错 这个 有没有 是 假如说放到这边执行的话 这样结果会不会出错呢 会吧 我来试试试试看 错在哪里呢 Type L 有没有 Type 他跟你讲说 你这边试过来的东西是一个数字 可是你这个前面是一个字串 两个不match 所以怎么办 特别追 他还跟你讲说 请你把它转成street 所以也就是这个 假如说你要搬这个过来的话 那记得把它转型 street 刮虎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出错了 OK 我执行一下 可是 就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我 我希望 做一些变化 输出的时候 我希望 在这边 Hello Word 可不可以帮我换行 换到下一行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我如果假如说 我把它换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 比如说我今天X4 我输出什么 X第三个 这个 那当然你现在执行的话 这边 可是问题哦 我今天如果假设 要保留什么状 保留这个前后的双引号 可以帮我什么 显示在这边 也就是说出现的话 要长这样子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放前后双引号在这边 那是不是说 如果我今天假设把这个双引号打在这里 里面是有个双引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双引号 再双引号 这样子 意思是说 我在这边多一个双引号 这边又多一个双引号 但你会发现 执行会怎么样 嗯 它变长这样 它没有办法出现 像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什么结果呢 长这样子 放在这里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刚刚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何把Halloword换行 第二个如何在 字串里面加上双引号 那这个答案的话 可能要看一下 所谓的第二个单元里面的 所谓的拖曳资源 那什么叫拖曳资源 其实有些字源就是这样换 控制字源像Enter 有没有 你就必须用什么 用这个反斜线N 放到哪里呢 放到字串里面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加什么 加双引号 反斜线双引号 这样就可以得到解决 OK 所以哦 假设如果你今天要输出什么 换行的话 其实也蛮简单的 因为我要在这个 Halloword的帽号 这个地方加一个换行 你可以很简单 帽号后面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N 这边说 看得懂意思吧 这边 这个意思说 在这边帮我换行 执行看看 有没有发现 这个哦 他就怎么样 在这边 帮我在这边换行 有没有 Halloword的换到下面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在什么 这个前后加双引号的话 那记得很简单啊 就是在这个双引号前面加什么 反斜线 意思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想说双引号被用掉了 那可是如果我又要拿它 它已经被拿来当成是字串的一个辨识符号了 但是我现在把它当字元来看待什么 很简单 干脆哦 我跟其他双引号就是多一个反斜线 用来辨识什么 它这个就是一个输出双引号的符号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加一个这个 这边加一个这个 那输出结果会不会就长这样的呢 试一下哦 纸巾 你会发现这个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就多讲了一个所谓的 拖曳资源 那拖曳资源多半就是一些控制的资源 像换航啊 或者像TAB等等的哦 还有像一些可能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双引号单引号或者是反斜线 这个都会用到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把那个我这边这个是在第二个单元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单元部分哦 好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有关那个变数形态的转换 另外就又多学了一个所谓的list型别 这个list型别非常重要 因为就像说eSale eSale如果里面没有range物件的话 哇那处理起来应该会蛮麻烦的 因为如果你用sales的话 一个sales一个sales慢慢去处理 那你倒不如用range就好 所以这个list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VBA里面那个range物件 OK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什么 就是有关那个拖曳资源部分 以后如果你要换好的话 记得反斜线N 那比较常用像什么反斜线T 就是一个定位点一个TAB OK 那其他可能有些比较少用到 那要反斜线双引号 这边请各位试一下拖曳资源哦